今天就和大家快試玩這部Samsung Galaxy Z Fold 3 首先多謝各位觀眾的支持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再加上旁邊的通知 下次有新影片就有通知 不知不覺Samsung已經是第三年推出摺疊式手機 我過往也試過用第一代的Samsung摺機 現在我也是用華為的Mate X2 也是一部摺疊式手機 今次Samsung Z Fold 3 究竟有什麼特別呢 先打開螢幕看看 第三代摺疊式手機和第一代摺疊式手機 但和華為的Mate X2 略為小一點 而螢幕的反光 Samsung 亦比華為反光一點 但今次Samsung 的螢幕 有一個120Hz 更新率 是很暢順的 而摺疊方面大家明顯也看得到 和第一代比是改善了很多 當然也是有摺疊 沒有辦法避免的 而這個調校位 亦比一代好 和二代好相似的 就是它可以逐級的慢慢調校過去 就不會限定你打開或蓋上 另外教位的設計亦是很突破的 這次的教位是可以防水的 機器可以防水防塵 另外摺疊後 亦不會像一代或二代的教位的位置 這次它摺疊後 整部機器是比較平整的 另一個前模古人的地方 就是它這次支援S Pen 沒錯 在一塊油性瓶上面 是可以用S Pen 寫字的 而且Samsung 亦有軟件優化 你可以一直播放Youtube 下面那一部分 就用來寫字 像我現在這樣 另外Samsung 亦提供了有趣的操作方法 像我現在這樣 在購物網站上 按住Foto 拉到右邊 就會把連結打開到右邊 左邊依然看到整個Menu 裡面我可以再拖 拖到右邊 再開多一個視窗 總共三個視窗 這樣就方便比較 或者格價 亦都可以一般平板 開一個上珠工具列 經常用的 可以放在右邊 另外今次的內屏 就不會再有一個Cutout 遮住屏幕 用了一個屏下鏡頭 400萬像素 視像用的 如果要高品質 就可以反轉部機 用主鏡頭來自拍 像我現在這樣 而接起部機之後 就是一個6.2吋的螢幕 同一代比 實在是大了太多 以及比較實用 其實二代都換了這個螢幕 在上方 亦都有另一個視像鏡頭 就是1000萬像素 高品質少少 講回主相機 主鏡頭的配置 三個都是1200萬像素 分別就是兩倍遠攝 一倍廣角 以及0.5倍超廣角 而顏色方面 分別有一般的磨砂黑色 有我這隻磨砂的銀色 大家可以看到都挺漂亮的 還有一隻磨砂的綠色 跟黑色很像 已經開始有得預訂 大概9月10號開始賣街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讚好、分享、留言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下次再見 拜拜